注意看德华居然打出50%的高额输出 德华最近几天一生之敌又新增一位 并把他列为自己调到1900的罪魁祸首 这局打出50%的高额伤害后痛批低分阿里玩家 选人阶段吕老师还在为保住信誉芬儿庆幸 并没有注意到四楼选了阿里 来到游戏我们的一血大地这局并没有送出一血 甚至还不小心拿下了王昭君人头 紧接着下路传来捷报 公孙黎被李白抓死后成功引起了德华的注意 随后德华便频繁支援下路 但几波支援并没有什么作为 就在德华在进行自己的龙卷风节奏的时候 回中清县却遭到拥有献权的花木兰多次偷袭 德华当场放下狠话 由于花木兰的频繁支援我方也去背进 此时经济已经落后一千多 终于在五分钟的时候 在红区打了对面一个灵魂三扳回局势 虽然这波德华一个人头都没拿到 但一点也不妨碍邀功 随后双方便集结中路 这就到了德华消耗刷伤害的好时候 双方都撤退后被德华蹲到一个状态不满的花木兰 这不正是报仇的好时机 结果上一秒猖狂 下一秒就求饶 就你叫花木兰是吧 我错了 好兄弟 残血的花木兰也被张飞配合项羽收下 可项羽并没有打算后撤 结果被刘善与王昭军控住大招都没交出来 我方队友健壮也敢来支援 阿里与橘子也紧随众人而去 这波节奏直接让我方陷入大逆风 这就到了德华熟悉的分锅环节 这次这只土鸡打算让观众们投票来分 大家来看一下这把 我们又是哪个存活拖后腿 你们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吧 来大家说 大家一起说 再把谁拖了后腿 大家说 来大家把答案打在大拨上 我想给大家应该一目了 刚才分锅我还有点犹豫 但吕老师您这两拨连续掉点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哇我真烈 此时看完KPL的小雨神也来到了直播间 德华阵亡期间橘子也在下路被带走 又被越了 时间来到十分钟 注意看小弟图像羽居然在独自开笼 被发现后双方都敢来争夺 最终暴君被李白收下 这波不仅暴君被抢 还被打了个一换三 德华赶紧鼓励队友 但德华认为这局的头号战犯还是公孙黎 还有我说真的下次公孙黎排到十把真的能输九把 打不打联盟赛等一下打 每天都会看一下KPL如果好看的话 他奶奶的又是公孙黎 一个晚上被公孙黎坑的次数不知道有多少 一见到这英雄我火气就打 随后就来到了大火爱看的首加环节 没了首加了这个有点难手了 没想到张飞随即开了个好大留下了对面两人 这个张飞大招吹的好 双方复活后便展开对主宰的争夺 阿力在边上摸了两下就被李白带走 别打住等一下别秒了 面对对面的攻势我方已无力阻挡 在德华送出最后一个人头后水晶也随即被拿下 没了结束了 我说的有史蒂芬就不要拿公孙黎来恶心人行吗 史蒂芬 天天都有比我骂那些公孙黎王家 五十伤害 卧槽五十伤害吗这么高 不是五十伤害怎么 怎么怎么能说他玩的菜呢 他五十伤害呀 拉满了呀 这些天德华已经把暴星星打的分全部掉完了 公孙黎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都说了这种史蒂芬们不要玩公孙黎 你在你眼里那种自以为是的会 在别人眼里只是个漂亮小丑罢了 但你真的会公孙黎这个英雄的时候 你最少也得杀个两千三了 他公孙黎这个米莱迪五十伤出的队友确实有点捞了 看到这英雄我就火大 为什么就要逼我天天拉这些公孙黎 这种史蒂芬的公孙黎打团没输出 史蒂芬 输出不会打 打团第一个不用切自己会掉 真的当你能玩懂公孙黎的时候 你最少得两千三了 真英雄是这种史蒂芬能碰的吗 能拦止的吗 呵呵呵 德华不光嘴上说说 甚至还要付诸于行动 干翻我以后 看到我家那些老表面玩公孙黎 我上去就是一巴掌 看以后谁敢玩 呵呵呵呵 纯恶性能 还不如百里作用大 说得对 近三天以来 拍照公孙黎 赢了赤赢了几率为零 最少有十几把了 没赢过一把 我现在看到这英雄我真的想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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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